大家好 我是Joanne 我是Gretchen 我是Maggie 電話沒電了 Gretchen可不可以借電話線來嗎 有,這裡 你這個是Samsung,這個是iPhone 都是電話線來的 當然不行,我用iPhone的 當然要跟原廠指引用iPhone的電話線 待會你用Samsung 抄壞了電話,是不是你先陪電話給我 不是啊 我又想問你,因為我都知道 Yang Living有很多精油 都是不需要稀釋的,例如Living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精油 都說需要稀釋 為什麼Yang Living又不需要呢 其實市面上 很多Funny草的精油 尤其是有些法國的品牌 基本上 有一大部分都是不需要稀釋 使用 甚至乎你走到他們的店舖 那些銀行員會告訴你 燙傷的時候,你直接塗上它的傷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每一個分衣草 有不同的 它那個蒸餾的過程 外面大部分都是蒸餾15至20分鐘 還要是很高壓 很高溫的 就像Penibra 那中間的不同的功效 可能就因此 容易流失 但是Yang Living就是 它蒸餾芬衣草的時候 就用最低壓,差不多是零 沒有壓壓 而且它要蒸餾超過一個小時 才有蒸餾 那個功效是很不同的 我看到Joanne拿著我們Yang Living的蒸餾 原來這個就是她原廠的指印 原廠的指印寫著 Dilution not required except for the most sensitive skin 即是說 其實是不需要稀釋的 除非你的皮膚是特別敏感的 其實如果你不懂得使用 任何Yang Living的蒸餾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看你的標誌 原來不止電器 蒸餾也要跟它原廠的指印去使用